东边日出西边雨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天象 而昨天下午南京浦口却出现了较为罕见的天象奇观 艳阳 暴雨 冰雹一起来了 视频中的地点位于浦口滨江大道与浦东路连接处 时间是下午的4点10分 你可以看到一边是艳阳高照 一边却是狂风暴雨 大约10分钟之后又下起了冰雹 冰雹有黄豆般大小 落到地上很快融化 一时间噼里啪啦的响声 犹如大猪小猪落雨盘 大约三分钟后冰雹不再下 有市民表示 这种艳阳暴雨和冰雹出现在同一时间的气象 十分罕见 南京气象台工作人员也介绍 浦口的这一次下的冰雹呢 是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 而所伴随的强降雨呢 则是属于午后热雷雨 对于持续高温呢 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